欢迎朋友们照理说事 前两期节目给大家讲了器官移植和几类保险赔付的问题 今天咱们来说说职业病和工伤赔偿的事 之前我们提到的沉沸病就是一种职业病 并且是我国第一大职业病 全国患病人数超过600万 平时咱们所说的办公室职业病 比如说电脑眼 鼠标手 颈椎病等等 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病 职业病的名词解释是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当中 因为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而引起的疾病 例如沉沸病 放射病等等 换句话说 这些职业病的危害非常大 像沉沸病如果不及时换废 等待的只有死亡 具体还有哪些职业病 咱们国家的职业病防治法里面都有详细的罗列 职业病属于工伤 因此是可以获得工伤赔偿的 在去申请工伤赔偿来报销职业病所花费用的时候 你得先申请职业病鉴定 一般来说 如果你患了职业病 就得向工作所在地的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 只有人家给了你权威的鉴定书 你才能被认定为职业病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索要赔偿 职业病鉴定需要付费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这个费用理应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除此之外 我国的工伤保险条例明确指出 获得工伤赔偿前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也就是说 要向当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看看你的劳动功能障碍等级是多少 不同的商产等级获得的赔偿也不同 下面咱们就说说最重要的工伤赔偿问题 一般来说工伤赔偿有工伤保险和用人单位赔偿两个部分 工伤保险的赔偿项目非常多 有医疗费 康复治疗费 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公网补助金等等 用人单位则主要负责发放职业病的员工 在医疗期间的工资 伤残津贴 以及员工公网之后 给予家属的安家补助费 但是究竟能赔多少 是根据员工工商鉴定的等级和工资水平来确定的 不同的省市也有不同的标准 想了解自己省市的标准 可以拨打12333社保热线 询问当地的社保局 假如你得了陈肺病 鉴定为伤残等级7级 你的工资是5000块钱 你所在的工作地的职工平均工资是4000块钱 除了报销医疗费用 你还可以获得不超过12个月本人工资所的医疗费工资6万块钱 13个月的本人工资总额的商残补助金 6.5万元 20个月的职工平均工资总额的商残就业补助金 8万块钱 大家如果在容易患职业病的地方工作 一定要对这些有所了解 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保护好自己 关于这类问题 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 还是欢迎您给我们留言评论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潇 提供